大家好 我们今天拍摄的是 惠纳580改装夜压的全程视频 大家双击收藏 这是一个全新的580还没有改装 我们接下来要将它改成夜压的 改成夜压的 当然出了我们出的改装件是和我上架的是有所不同的 因为上架的改装件是经典版的 比如说这些开关这些都是没有的 电量表也是没有的 就是说直接电驱动 你们倒是需要自己加开关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开拆了 我们先把这个台拆光 各位买家注意 首先我们先准备一些必要的工具 例如搅磨机 搅磨机是为了更好的改装效果 要动用搅磨机 有的话就可以 没有的话也行 也行 导致要老虎钱掰 然后就是电烙铁 热笼胶枪 这个是大力钱 淘宝网搜索 我这个是10寸的大力钱 这东西不贵10几块钱吗 平口老虎钱 尖嘴老虎钱 还有就是拆580B那个 十字螺丝刀 十字螺丝刀拆580用 580它里面是有的 如果没有的话到五斤店可以去买 好了 我们已经将这个挖机已经拆了 我们现在就是要处理一下 这个 这个板子要处理一下 当然大家注意 这款是后来改款的 如果原来这个是很小的 是个小圆的 那你们就省很多事情 我们现在的都是这种 现在开始处理这个东西 还有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需要用切割机切 我们现在开始处理 器材刀 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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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现在已经处理好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首先去除这个螺丝柱 还有这个 这两个小的也要去掉 这里也要去掉 这里喇叭也要去掉 因为这个喇叭这个比较难搞 所以要用到大力钱 所以大家要去买一个 淘宝也不贵 大力钱十寸的20块 10块都有的 然后这里要去掉 这里要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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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人说好多洞 这个没事的 到时候我们要处理一下 打个砸点胶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说 这里我们要进行去掉 先用搅磨机 切出几道 然后脑口钱一掰就掉了 很容易的 还有后面这里两根也要去掉 接下来我们要处理一下这些洞 让它好看一些 好了我们稍微处理了一下 这样就好多了 然后我们现在是开始装了 我们旋转的话可以到我的店铺去购买一个这个电片 这个电片是精密的 然后就是说装上之后会让它这个虚位 基本上是没有的 有需要的可以在购物车直接就是说淘宝加入购物车即可 和改装店一起买 我们现在开始装 现在上好了 现在这个安装要注意 我们看一下舵机离它的位置 留个5毫米的间隙 留个5毫米 5毫米左右 5毫米以上 然后固定孔 固定孔刚才我已经做好了 两个固定的舵机 这是固定幻想法的 我两个孔已经做好了 你们可以用做成丝牙的也可以打成散热孔上螺子都可以 我们现在去拿几个孔给它这个散热 到时候是做个风扇 我们这里这个已经没有打好了 我再比稍微做个记号 我们就按照这样就打几个孔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开动 现在我们已经打好孔了 大家注意不要把这个安装孔给打了 这个是固定舵机用的 我们现在开始安装液压系统了 我们现在准备了B总成 买家收到先把这两个拆了 就是安装的时候 你们先把这个两个螺丝拆了 好了 我们两个螺丝已经下了 然后我们安装的时候 我们先把这个座安上去 这个座是对着两个螺丝轮柱 压一下就进去了 然后我们再把上面这个上好 上面这个几个螺丝上好 上好之后 我们在最后一步再把这两个螺丝给上好 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继续 好了 我们这个已经上好了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五颗螺丝我们会有赠送 我们有赠送 你们要准备内溜脚 安装时要注意 这五颗螺丝先把它上 先把它上上上 就是说先不要拎太紧 先上 然后先把这里面这两颗螺丝先上紧之后 再把这五颗螺丝再全部紧上 非常漂亮 我们现在继续 我们里面会有赠送两个配块 大家要先准备双面胶 最好准备双面胶 因为等要垫掉的话 要粘一点双面胶的 我等一下因为拍视频嘛 那我就打点热龙胶算啊 买家要自己 那个准备那个双面胶将垫掉 然后粘在这里啊 等一下看视频啊 我们现在继续 好 我们这个已经粘好了 这个是让它这个位置要提高的是吧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是粘好了双面胶 我们要注意一下啊 然后这个这个安装的时候 你看 平面离前面大概有个五离啊 五毫米这个样子啊 这边离底下那个小长方孔啊 大概是两毫米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就这样直接放上去 因为有双面胶嘛 这就可以直接放上去啊 我们放上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换 已经上好了 我们现在要上驾驶室啊 驾驶室的话是最后上的啊 我们先准备两颗螺丝帽 螺丝帽的话配件里面是有赠送的 帽子放在这里 就是让这个幻象阀跟这个有点间隙啊 我们先把这个幻象阀这两颗接上管子 然后拖出来就可以上好了 然后拖出来就可以上好了 我们现在工作 好 我们现在已经把幻象阀已经安装上了 接下来要做这个电调啊 呃 改装件里面是闪键 需要买家回去自己焊啊 为了加快视频进度啊 我们就直接就用焊好的啊 就是说配件里面是闪键啊 买家回去自己焊啊 我们继续 然后我们教大家设置啊 我们R6s啊 点开设置 然后就是说往下拖 拖到辅助通道 辅助通道 看到没有 通道55的 我们点开这个 然后点开关 已经设置好了 swa啊 我们现在通道6 通道6再选 选牛 然后vra 已经设置好了 我们现在通道7 点下 选牛 然后点vra 点这个vrb 好 我们已经设置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 看一下油泵 它那个电机的转向 我们先将这个电调 到这个线插上接收器啊 我们看啊 插到这个5通道5通道啊 12345 我们插到5通道啊 然后通上电 因为它有些遥控器它没有配对 那么买遥控器的时候 它里面有一个这个配对嘛 我们进行重新配对 我们插到最上面 我们插到最上面VCC啊 把电关掉啊 然后遥控器 设置 系统 然后对码 我们插上电就可以对码了 好 对码成功 对码成功后要及时拔出啊 把这个对码先拔掉 然后我们现在 看油泵的转向 油泵一定要这样转 逆时针方向转啊 逆时针方向上 看见我手这样转了没有啊 我们现在测试一下 现在往哪边转 好 那么我们看到它转反了 转反了 那我们怎么办 调换其中两根线啊 我们找到随便找到两根线 将它们调换一下 我们现在再打开油泵 好 现在已经对了啊 逆时针方向转 像这样转啊 好 现在我们接管子 这两个管子 接这个是随便接啊 你们怎么好接怎么接啊 反正就是这两根线 接到这里啊 管子接到这两 我们现在开始工作 啊 这里要说一下 如果我们在接壁的管子 我们一定要将这个油缸收到底啊 这个油缸到底啊 到底在装啊 中间这两根 中间这两根接中间两个啊 幻想法中间有两个啊 接中间两个 然后这个边上 边上的两根 边上的两根 看好 边上的两根接到最边上的两个啊 最边上的两个啊 呃 最左边的两个直接接到 这个B啊 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EAR系统的管子已经全部接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啊 要一点一点剪 剪多了到这就麻烦了 我们现在呃 把这个东西就是电掉这个线 我们会给你们提前接好 在套装里面就会有 现成的 你们回来就直接接了啊 下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接线啊 这个是行走电调 行走电调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啊 大家可以截图一下 可以截图一下啊 蓝色和红色就是供电正负极 就是红色蓝色啊 今天拿两根啊 电调这个拖出来的两根啊 就叫正负极 直接接到这里 红的蓝的啊 电机一电机二 那就是行走 他这个580这个行走 他有四根线 红黑的是代表电机一 然后 这橙色灰色的这个是电机二啊 大家要注意啊 我们来现在开始要接线了啊 我们现在线焊好了 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啊 由于这个是两片两片合起来的啊 我们这个电源输入这一块 那么这一块是没有电的 我们需要飞线过来 就是说他的正极飞到这边的正极 负极飞到这边的负极 可以见图纸啊 图纸已经标明了啊 我们现在就是测试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固定在这个上面啊 我们就是在这里打一点热浓胶就可以了 然后往上面一粘就可以了啊 记住他的距离啊 大概是在8毫米左右啊 留个空隙 留个8毫米 我们现在开始做 然后又安装这个 控制器啊 也就要接收器 先把这个风扇系上啊 然后再固定一下 风扇啊 然后 线切好 征服器系好啊 我们开始打胶 固定 我们已经打好胶了啊 我们现在开始做接收器啊 我们拿出接收器啊 大臂的我们插到二通道 这个是大臂的啊 然后中间这个 舵机我们插到三通道 就是小臂啊 然后 最右边的舵机 我们是挖斗 挖斗的舵机 我们要插到一通道 然后旋转的旋转 我们插到四通道 如果你是反手的话 四通道和三通道 调换一下 现在是游泵 游泵的话插到五通道 行走 这两个现在随便啊 插到六七 六通道 六通道插好 再插七通道啊 两个现在已经插好了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打点胶 把这个 做一下 固定一下 我们等一下会用到这个纸 这个纸是从这里剪下来的 套装里面会有赠送的 好了 我们这个线已经搞好了啊 就打点肉 你要随便搞一搞 粘一下就好 固定一下看 只要它平就可以了啊 我们等一下再加工一下 让它好看些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风扇 我们要打点502 把它粘在上面啊 502打在这里啊 这一条黑的啊 然后这么一粘 然后后面 后面搞两个那个打点胶 就可以了啊 这样我们继续 就继续 一 好了我们稍微加工了一下 我们现在风扇已经固定了 这个东西我们也贴上了 这样的话就会好看多了 这个是先滴凉滴胶 然后搞这个线插下去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把多余的剪掉就可以了 好我们已经可以了 现在我们准备要试机了 然后全部装好了 我们就给它加油 这个油加满之后 我们先做动作 大臂小臂挖的 全部做一遍 然后油没有了 再加一次就好了 再加一次之后 我们从观察口能看到油 能看到油就可以了 能看到油就可以了 如果发现你的动作是反的 比如说抬大笔它变成弱大笔的 你们可以在这里调 在设置里面有个正逆转 相应通道你们就自己调一下就可以了 好现在视频到此为止 谢谢 现在我电没有了 好了 好了